我們想要今天想要來討論一下 簡單討論一下社工心智的問題 就是我們很感謝 這邊提到的社工的心聲 就是社工其實長期都 的心智其實都普遍的偏低的情況下 所以有提出了這個社工心智化 心智的這個制度 那這其實是可以讓更多的社工人員 可以久任 當初的出發點是這樣子 那但是呢在今年上路以來 其實我們有聽到很多社工的聲音 包括說在這個社工工會 也有召開記者會來說明說 社工心智的五項疑慮 我相信次長這邊應該都知道 就是說這些預算從哪裡來 舊約新約的這個議約的情況說的不清楚 然後又或者是哪些適用心智的對象 以及組織宣稱不加心 和總而治心智的弱勢困難 那我們可能針對其中幾項 比較重大的問題是普遍 這也不是只有台北市社工工會 有遇到的現象 就是我們普遍跟不同的社工工會 討論都遇到這樣的情況 就是社工心智雖然利益良善 但是在實際的執協面上 有可能會落入看得到吃不到的情況下 因為這個社工心智補助的是採心智的 簽心智的這些社工才能夠得到補助 因此原本針對舊的契約的人 需要進行這個換約的動作 才有辦法適用這個心智 那這個換約要怎麼進行呢 主要還是用民間單位和他的 和他的所謂受僱者來做 簽約者來做這個協調性 所以其實並沒有強制 導致說有很大量的社工 他雖然知道了社工心智 但他的約並不適用於社工心智 所以他沒有辦法享受到 這個社工心智的保障 那不知道這個部分 次長這邊是不是清楚 是 我知道跟委員說明一下 我們在規範這個心智調整的 是只要我們中央補助的社工員 無論新舊是一定按照新標準 那陳如跟委員講 有些地方政府自己委託的部分 確實有個地方都沒有跟進 那這個我們還在強調 要求跟他們能夠跟進 所以確實會有委員說的地方政府 這個不一的狀況 那這個都因為是第一連商辱 我們都還在陸陸續續追蹤這個狀況 然後會做後續的彌補 所以在社工普遍反映說 這個溝通地方跟中央的溝通 可能不是很涼 或是說這個召開說明會的部分 還沒有那麼清楚 以及後續的落實 其實不夠清楚的部分 我們很希望可以加強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社工新制的元年是今年2020年 所以在今年的預算是由中央來處理 那但是明年開始 地方政府需要自酬 你只會形成中央請客地方買單 那其實社工也普遍擔心的是 那地方政府的裁員要從哪裡來 他們要怎麼去處理這些 因為因應社工新制而多出來的 的預算編列 這部分其實也是他們在擔心說 第一年或許還OK 但已經有部分吃得到 看得到吃不到的情況 那第二年之後呢 這真的能夠持續的落實嗎 是 跟委員說明 其實在這個新制 這個調整當中 也跟地方政府做一些溝通 那因為第一年來不及編 因為我們這個預算 在他們編列 今年度預算之前 沒有做這個案 編完之後才決定 所以我們第一年由我們來整個補貼 給地方政府 但是第二年因為已經有 他有一年一年多的緩衝期了 那就會回到正常的一個機制裡面 那當然我們地方政府中央每一年都會有 社會福利的預算 那在社會福利的預算當中 我們也會做這樣一個 紙票上去考慮怎麼去做調配 那原上 我想委員非常了解 社會福利的品質 好像真的社工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這一塊 所以我當然認為社工行政很重要 所以我等一下會提到說 就是這個部分 地方政府他知道他應該要找裁員 但是他 大部分得到反應是其實 有些可能地方政府的裁員 不夠充足的情況下 他可能會導致他沒有辦法編列這個預算 這是現實的狀況 說不知道這部分有沒有再更多的積極的協調 那第二個部分是說 針對社工行政的情況 因為保障了社工的行政 但是卻也導致說 可能有些社工要求 可能導致有些社工被退場的情況下 舉例來說 在親職館裡面 其實原本有些親職館是有編列社工人員 去做一些協助的工作 以及諮詢的服務等等 針對這些小孩 或針對這些家庭 但是他並不是必須要 由社工人員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呢他現在因為行政 他必須要給他比較高的 比較高的做法 所以他可能會要求他用別的 別的款項來說 來請他來處理這件事情 而不是用社工師 或是社工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導致說他其實 雖然他做的是社工的工作 但是他因為條目的 人事編列的預算的變動 所以他變成 他還是沒有辦法適用到心職 委員報告 因為當初其實在親職館裡面 我們是覺得 教保人員跟社工人員 都是他可以聘任的這個專業能力 那確實是有些 我們發現有些人 原來是聘用社工人員 現在用教保人員來擔任 但是教保人員跟社工人員的 工作人員職責 範圍會有一點不一樣 但是基本上我們要求 是他整體的工作的 品質不能下降 所以他會有兩個情形 第一個就是這些社工人員 不再接受聘股 第二個就是請這些社工人員 轉任教保員 教保協力人員等等的方式 來處理這個薪資的部分 這是現實方面的遇到的狀況 而且已經發生了 那我想這樣的陳情 其實有持續的鬆出來到衛福部這邊 可能也要請衛福部來 認真來思考這個問題 就是社工心智的原意是好的 但是在落實面上 看起來是已經形成了 諸多的困難 和一些可能的遺憾 或是缺憾 所以這部分我們會很希望說 在社工心智的部分 能夠持續的來改善和落實 主要是兩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說落實心智 讓這些社工人員 不會因為經費的問題 或或者是不會因為心智的實施 而遭受到被退場 第二個是希望能夠長期的穩定 來規劃財務 來考慮說 是不是能夠採能力 財力分級的方式 來補助地方政府的經費 因為現實狀況是 地方政府很多 縣市的經費 確實是有不足的情況下 那大家相信 在行資料上路的情況 會更為嚴峻 那以上是這兩部分 再請衛福部這邊 是不是能夠給我們一個回應 委員這個關心這個議題 確實是關心 我們這個社會服務品質 我們很重視啦 那就是說 地方政府 讓該有的服務品質 我們希望不會因為任何 這個藝術來解 那我們後續 個案的縣市的追蹤 我們會加強駐走 而且我們也會拉入整個 我們的縣市的 福利績效評鑑的 考核的指標參考 所以這部分就是已經確定了 然後你們也會規劃 我覺得很好 那但是後續就請 持續的去追蹤 這個部分 是不是有能夠得以落實 是 謝謝委員 謝謝 然後要再麻煩那個 新口市市長 盛市長 不好意思 那因為時間有先 我先開始投影片 就是說這個社區精神照護的資源分配 都是我們覺得很重要的問題 那我們其實在新口市的資料 可以看得到說 精神 精神疾病的照護模式 除了醫院之外 還有社區的照護 以及居家的照護 那其中 社區的照護能量需求 大約有11萬左右的人 人力的需求 這都是來自衛福部的資料 那但是呢 我們目前現在 需要訪市的人 預估有大概4萬 11萬裡面大約有4萬 是需要訪市的人 需要社區關懷的人 但是訪市人力大約是99人 意思就是說 每個官訪員 他需要做的個案 大概是405人 那一年以這個案量來看 其實大概可以想像說 他其實案量非常的重 然後每個人能夠 提供的服務以及時間 其實都非常的有限 那所以 會往往在這樣子的關懷的 行為上 會騙重於是不是 是不是有規律就醫 然後或者是不是有服藥 需要情況而已 而不是說真正 能夠跟他做好一個社會上的連結 以及人機上面的連結 所以這是我們覺得很 需要被改善的地方 那又第二個部分是 這些關懷 訪市人員其實 很多縣市並沒有 將精神病人的社區關懷 以及 自殺通報的社區關懷 做分開的處理 雖然在人力的邊列上有分開 但是很多人 很多縣市的情況就是 這一批人力同時做這兩件事情 那我們可以看得到說 在 OF部這邊編列的 第二期的計畫裡面 有希望能夠提高 提高這些關懷訪市的人員到621名 然後其中社區 病人社區關懷訪市員有到425名 但如果以400 剛才說的4萬多人來看 其實每一個人 仍舊需要 平均服務到94個人 那其實一樣的問題還是會在 就是一年你要服務這麼多病患 然後去做社區關懷 我們可以想見 這樣子的人力其實是非常的不足 是 所以我們會希望說 這個地方 社區的關懷訪市 不應該只是定期的去訪市 或是固定頻率的去訪市 或是只要有訪市 就達到目標 因為真正的社區關懷 是希望能夠做到深化 希望跟這個人連結 希望能夠知道這個社區病人 精神病患 精神病人是不是有更多的服務 更多的需求需要被服務到 或需要被處理到 所以我們會希望說 在這部分的訪市 和能夠持續的加強深化 那加強深化的前提就是 必須要降低暗量比 所以希望這邊能夠通盤的 檢視這個資源的盤點與連結 因為精神病患 剛才其實前面幾個人 好幾個人有都提到說 不是犯罪之後我們才來關係 或是發生問題之後 強重大問題之後 我們才來關係 而是在前期就應該先做社區關懷 避免未來發生問題 所以這是我們一直覺得 很重要的地方 也是社區社會安全網 其實不太提供的到的部分 那因為時間有些 我這邊就很大概 簡略帶過 那後面要提的是說 在除了官房員之外 其實還有同儕的需求也很重要 像有很多的內容 其實很多的專案報告 其實都提出來說 社區應該除了官房員之外 應該要有社區多元化服務的方案 比如說社區團體家庭 團體家屋等等 讓這些人在社區能夠互相 彼此的支持 有同儕的支持 也跟社區有彼此 有一些互動 來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 以及心情和精神方面的 慰問和連結 那2019年 其實衛福部這邊 有開始計畫這個方案 開始實行的 但是很可惜的是 大概只有編列了2000萬的預算 我們可以想見 前面提到這麼多人 要分一個2000萬的預算 其實是非常的不足的情況說 所以我們會認為 我們可以看得到 在很多報告提出來說 這個2000萬的方案 雖然很小 做的案件非常的少 但是以個案的效益來說 其實是非常的好 讓他們這些精神病患 有精神障礙者 能夠在社區中 有自主的生活 能夠減少住院 然後也能夠跟社區有所連結 也能讓家屬看見說 其實這些人 他們有機會是可以在社會上 跟這些社區的人 跟一般人 大家都能共處 安然共處 也能夠和樂相處的情況 這樣其實就可以 減少他們走向偏差的 這個可能性 這就是我們提到說 既然這件事情很重要 但是我們因為 受限於2000萬的預算 只能服務到的個案 非常的少 所以我們會希望說 加加長社會安全網的部分 目前第一期應該是在今年 可以做一個結束 但是以在今年的這個 社會安全網第一期結束的 目前實施的狀況 看起來都是偏向於在後段 怎麼樣處理這些 已經比較偏入中後段的情況 已經發生問題的個案 我們來去做協助 但我們很希望社會安全網 真的應該從前期來開始做 讓這些人 這些 當然除了精神疾患者之外 應該還有很多方面 都應該在前期來做 所以我們當初在社會安全網 1.0的時候的上路 其實就我的知道 是並沒有採納太多人的 共同來討論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做法 而是大概有一套方案之後 去溝通並且上路 我們很希望說 今年一期結束之後 不確定會不會有社會安全網 方案的第二期 如果有 有沒有可能在計畫的同時 就廣納大家的意見 尤其是第一線工作人員的經驗 以及各專家學者的意見 我們希望社會安全網做的 真的是提前的預防 而不是只有在後段的協助 是非常認同委員的意見 我們第二期正在眼裡當中 初步是找地方政府跟專家學者 接著我們還會在民間團體 相關的議題來 針對這議題再做進一步的檢視 是因為現在第一期的安全網 看起來是比較偏向說 大家有想法 但是跟實際上的落實 以及第一線工作人員 有一些落差 就是在實際的執行面上 有一些落差 包括像社工的人力的分配 等等都有一些問題 導致說 反而沒有辦法照顧到前端 而是把資源都整個挪移到後端去了 所以我們在第二期 希望除了專家學者 以及地方政府之外 也能夠將這些比如說第一線的社工人員 或是精神衛生 關照員的想法都一起拿入 這樣才有機會做到 是我們會在廣正不同領域專業的 跟民間團體的意見 再補充我們第二期的一個計畫 謝謝委員的指教 所以會有第二期計畫的 有我正在演你 我們現在已經在演你第二期計畫了 那所以大概什麼時候 我們會清楚知道說 這個規劃會什麼時候有公聽會 或是說什麼時候會有這些廣大大家意見的 目前因為我們先有跨部會 現在林政委我們政務委有在做稍微一個草案的定案之後 才會開始跟各地方做公聽會 那目前草案的應該會再有一次的跨部會的協商 那細節的進度是我們在 你一個大概進度在回報委員辦公室 我們比較希望在這個 各部會的協商的時候 同時就有這個公聽會來採納意見 因為以第一期來說 其實當初也有找我來談這個意見 那我們的意見其實他完全就直接否定 也沒有想要聽 那時候我們很希望在2.0的時候能夠公開的來廣納大家的意見 是我們會做這樣的工作 謝謝 好 謝謝王委員 謝謝蘇次 接下來請莊敬成莊委員來做質詢 謝謝 好